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要成为佛陀 要有累世的修行 要做过一皇大帝 要做过上帝 元罗王 人王 鬼王 树王 那事实上呢 这二十世诸天 那释迦牟尼佛过去世都做过 这也是一个成佛必须累积的功德 所以我们已了解二十世天的诸天的功德 我们大家来行菩萨道 也来赞叹功德 第一类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呢 我们佛教叫第四天 那玉皇大帝在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 他就从天上下来跪着 手上拿着白色的毛巾 来接释迦牟尼佛 因为佛陀从他妈妈的幼邪生下来的时候 这样跪下来接着 这是玉皇大帝对佛的尊敬 然后释迦牟尼佛在要去菩提树下 成正觉之前 有一个吉祥童子 拿一个吉祥草铺在那个金刚朔上面 那个人也是玉皇大帝 释迦成吉祥童子来铺 稻草 然后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 成佛要说法的时候 那么玉皇大帝也奉献他的宝座 来供养佛陀说法 那一集释迦牟尼佛在晚年的时候 到涛利天 唯一的老婆摩尼夫人说法 地中菩萨本万经 然后释迦牟尼佛呢 要下来的时候 玉皇大帝也用他的神通力 化成三道金阶 流离的金的银的 然后呢 他自己呢 就拿着宝伞 站在释迦牟尼佛的旁边 还有上帝这样 右边 然后呢 恭迎佛陀从涛利天下来 所以各位 从这边的故事就知道 找玉皇大帝第四天 不断地在扶持佛陀 那站在经典里面 他找皈依三宝 而且找以发菩提心 为根地以上的菩萨 那释迦牟尼佛也曾经跟大众讲 那这一世的玉皇大帝 它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世的玉皇大帝 它本来就是一个摩托结果的 一个婆罗门的小孩子 但是呢 这个婆罗门的小孩子 叫乔思家 他的个性 乐善好施 特别喜欢供养出家人 特别喜欢帮助贫穷人 也因为有这个功德 那么他成为玉皇大帝 生涛利天 第二成天 享受 三千六百万年 三千六八百年 的这样子的福报 那当然 玉皇大帝旁边 还有三十二天 所以涛利天也叫 Sada Sati 三十三天 然后佛陀也讲 这个三十三天 雷四 包括在过去 过去的玉皇大帝 他怎么做的 过去的玉皇大帝 曾经是一个女人 她在过去佛 加瑟佛时代的玉皇大帝 是个女人 因为加瑟佛入涅槃以后 然后呢 他为了要帮这个加瑟佛 盖一个设立塔 然后这个女人 虽然自己能力不够 他就号召了三十二个人 大家一起帮忙 把这个塔盖起来 盖起来以后 所以他们三十三个人 都升天 所以叫三十三天 所以我想 每一个成为玉皇大帝的 都有类似的功德 这就会帮忙 这就会了 这里 然后再来 就会给我们 看着这些 都能 这